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将科学与人们所说的神秘学结合的学科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院对意念科学进行了专项研究和实验 并公布了其中两个实验 第一个科学实验室将两面小镜子相对而立 用电子检测仪器严密监视实验的进行 然后随机找人用脑子想 让两面镜子距离缩短 专心致志地想 这两面镜子靠近在靠近 经过几千人次意念力的结果是 两面镜子的距离确实比之前缩短了 第二个实验室 随机找人用意念力使电子温度计温度升高 同样经过几千人次的意念作用 经过严密的统计学的数据处理 温度计的温度确实升高了 以上的实验为人体的意念 能够改变物质世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亚恩 也投入到意念科学领域的研究 其中的一项实验为药品的效应值 所谓效应值 为一种以药物产生阳性效果的人数 出以参加尝试的总人数 普洛尔和阿斯匹林 都是能降低心脏病发病率的著名药物 普洛尔的效应值为0.04 阿斯匹林则为0.03 这意味着在生死攸关的医疗情况下 它们的药效能让每100个人中的 3到4个人存活下来 而亚恩实验的平均效应值为0.2 是阿斯匹林7倍左右 相当于每100个人能有20个人存活下来 如果用偶然性来表述 完全碰巧的概率为1万1分之1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得出结论 认为随机事件发生器得出的结果 是无法用概率来解释的 很明显 人的意识的确对机器的随机性产生了影响 我们现在无法立即运用 念力影响身体以外的物体 但却可以做一个念力影响生理的实验 首先 举起大拇指 并将你的意念 感受都聚焦在大拇指上 然后缓缓深沉的呼吸 持续一分钟 一分钟后 停止练习 现在 你的大拇指有什么感觉 有些人感觉到热 有些则感觉到麻 也有一部分人什么感觉都没有 脑波要影响身外的事物很难 但控制身体却相对容易 因为我们有神经中枢系统 当抑制的焦点落在大拇指 神经中枢便传达指令 让大拇指的血液筋膜活络起来 形成待命standby的状态 为下一个行动命令做预备 就像赛跑时裁判喊 个就位 预备时 选手们在储备爆发力一样的意思 所以大拇指会有热感 麻感 至于没有感觉者 也许大拇指筋膜的感觉 受气有粘连情况 以至于内感觉 无法传达内在感受之大脑 不过这只是可能性之一 聚焦大拇指的练习 如果令你有感觉 现在请把焦点一道 左脚大拇指 如果专注聚焦五分钟 是不是一样有感觉 十分钟呢 持续一小时 和你分享一个秘密 你已经进入佛法 白骨观的修炼 关于白骨观 我们在另辟篇章说明 回到方才提到的 肌膜粘连对生理机能的影响 就是阻碍身体的代谢活动 就连细胞间的代谢循环 都会因为养分 与代谢物质 无法被顺利交换 而引发一连串的阻塞效应 如发炎 疼痛 酸麻等症状 因此 中医所讲的气质 血瘀 其实道理就是筋膜粘连 导致血气等身体的代谢循环 产生障碍 重度的粘连 影响了筋膜内层中 感觉神经的传导 需要外力的辅助治疗 中度的粘连 产生了酸麻 疼痛的感受 轻度的粘连 会产生微微的热麻感 因此身上的能量通道 气脉畅不畅通 只要聚焦身体一处 足够长的时间 就能明白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还有哪些部位是你无法聚焦 感受不到的 本集的功课就是让身体停止活动 现在请坐在舒服的沙发或椅子 然后从头颈 尖 肘 肘 腕 手指 背 胸 腹 胯 膝 一须聚焦 一须聚焦 感受一变 每个部位聚焦时间约一分钟 也许你会惊觉原来以前不曾发现的疼痛 不是不曾发现 而是长期的忽略造成其他的情绪问题 这样的练习称之为本体绝授训练 本体绝授训练还可以借由筋膜锻炼法 让过去不曾发现的疼痛与筋膜沾黏浮现出来 关于筋膜运动方法 在YouTube可以搜寻到非常多的资讯提供大众学习 本体感觉是一个专有名词 又称肌肉运动知觉和本体觉 是一种对肌肉各个部分的动作 或者一连串动作所产生的感觉 称呼为自我知觉 这些感觉来自于肌肉或肌肩内的本体觉兽器 这些兽器会自动监测肌肉的长度改变 压力变化和张力变化 再将这些资讯整合传送到大脑 现代筋膜学说 将筋膜网看成位于体表的最大感觉器官 此外 关于数量丰富质量优良的神经末梢 能将这个筋膜网络等同于人体的视觉 而本体感觉信号可抑制潜在的肌筋膜疼痛感 尤其在人们注意力集中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当你注意力集中过度 容易发生精神紧绷而造成精神疲劳 精神疲劳会导致潜在的有毒物质 在大脑中负责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质 Prefrontal cortex 这种状况会使得大脑告诉我们不要太努力 而只想做简单的事情 因此随时注意头部的放松 内心保持觉知 非常的重要 大脑科学描述意志力 是专注力支援 而管理意志力的前额叶 它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集氧 负责江氧和葡萄糖送往大脑的使血液循环 健康的大脑会随时充满着约全身15%的血量 因此在宁丝的状态下 大脑正处于高度的活跃期 因此有技巧的发展和应用内感觉之技术 可提升自我内视觉能力 觉察到细微的沾黏或疼痛讯号 这样的功夫不论佛家道家都称之为内观能力 发展这样的内观技术对于先学的修炼来说是最重要的功夫 对应于佛法中的名词就叫做观自在 不论佛法 道法 身心的原理只有一个 都可以作为身心科学研究的题目 祈愿身心科学领域的先进们 能更深入地研究探讨意念和筋膜的交互原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有任何心得或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经验或疑问 点击下方订阅 按赞分享 持续锁定关注 唯一先学修炼课程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